阿露哈大家好今天就喵咪打戰爭時間了 啊也好那今天的話是我們5月27號的時候 那如果大家有看到我們5月27號的動態的話 就知道哲平今天有去打籃球了 然後喔好累喔我的天啊 哈哈哈有夠累的好不好 所以我們今天的話稍微就是比較輕鬆的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風雲貓咪塔 那目前來說的話我們已經打到第29樓 那29樓的話基本上就是 只要有我們的白屋狗的話 基本上應該就可以努力的就是打過去了啦 不過我們這邊的話還是帶上我們那個 凱斯蒂喔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那這關的話基本上就是我們紅色敵人大本營啦 那我們稍微用一些就是我們沒有什麼在用的那個 紅色的角色的貓貓來登場一下好了喔 我們來看一下有誰 大老婆莫比烏斯的話基本上就不用派他登場了 然後來看一下還有誰就是比較少派出去了 讓他們來登場秀一波這樣的感覺喔 喔貓咪七伏神好了 感覺這隻好像蠻狂的喔 我們用一下貓咪七伏神看一下他的威力如何 那這邊的話是能夠給予各種屬性防害傷害的啦 所以他也不是專門打紅色敵人的喔 不過沒有關係我們就那個喔 南瓜人也是可以打紅色敵人的 打非紅色敵人OK 那我們就把他換上來了 反正我們就換一些那個我們就 沒什麼用過的那個紅色敵人部隊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喔 然後來看一下 還有誰 這邊的話天才殺技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這個戰劍也是 二號計劃基本上也是啦 然後我們就是還蠻常用的 所以我們這邊 好像也沒有什麼其他角色可以用了 我們就用欸 呼 學生會長是不是 啊他是紅色與漂浮喔那太好了 我們今天就讓一下 學生會長來表演一下啊 那我們的這個 蓋亞也是可以啦 不過我們今天就讓那個學生會長來表演一下 我們之前好像都沒有什麼讓他當場啦 所以我們今天的話就來看一下我們的 學生會長 你的威力到底是如何喔 畢竟他是可以打我們那個紅色敵人的 我覺得應該還算是不錯喔 好 那這關的話基本上一開始就是一定要先存點錢包啦 但是我之前好像是不是都是用那個 欸我好像要爆了欸 哼 我好像要爆了欸 因為我這次沒有帶上那個 黑色敵人的那個炸彈貓跟我們那個 哈哈哈哈 這關我記得要帶蘋果貓才可以打啦 因為蘋果貓的話這關才可以把那個 我們那個海報暫停 或是用我們那個 炸彈貓來把他們暫停喔 暫停住的話會比較好打一點點 所以這關的話基本上 前面的話還是要先存點錢包 不然後面的話那個蹦出來會比較 麻煩一點點喔 所以我們就帶一下蘋果貓 然後稍微我們換下來換一下我們的那個 炸彈貓 這樣應該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問題了好不好 哈哈哈哈 就忘記要怎麼打了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就再打一次看看 然後加速的話一開始還是不建議開啦 因為如果你沒有就是像那個高總們一樣有一個好的手術的話 應該是比較沒有這麼好的感覺喔 好那一開始就會出現我們一大堆我們那個 小敵人啦 那小敵人的話這邊的話我們可能就用炸彈貓來暫停一下 然後再把他們卡到後面去 然後先存一點錢包這樣感覺喔 然後待會的話有海報出來我們可以再用那個 紅色的這個蘋果貓 哎來暫停他一下喔 那這關主要來說就是要先把我們就是那個白屋購給他出出來 這樣才可以對抗我們的那個就是 哎女優貓喔 因為女優貓那個手術實際上還是蠻快的 所以這邊的話大家要稍微小心一點點 好這邊先炸掉之後一隻蘋果貓應該就夠了 好這樣的話應該是 沒有問題的吧 對這樣應該就可以永續的經營囉 然後我們就開始慢慢的存點錢 然後還是要叫盾牌喔 雖然我們就是不要那麼快把他們打死 但是我們還是要叫一下盾牌兩隻吧 我覺得兩隻應該差不多 然後我們繼續升 升錢然後把錢升到MAX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再做一些事情喔 反正這關的話基本上就是這麼打的 然後把我們角色放過去之後的話 我記得燕子他們會出來啦 所以可能就是再看一下能不能就是 好滿了 我們就要看一下能不能就是先把他們就是打過去喔 打過去之後的話我們再叫一些就是比較厲害的貓貓出來 比如說我們白無垢的話就一定要先出來這樣的感覺喔 好沒有問題 那待會就要看一下凱斯莉 凱斯莉這關的話應該是可以打出一些不錯的擊退啦 然後 女幽貓的話因為他是漂浮敵人啦 然後我們剛好這關的話有我們那個那個 學生會長喔 所以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的 學生會長就是厲害 好 那我們這關的話我們先派一下我們這個服神好了 哇也太大隻了吧 超可愛的 而且全身黑幽幽的耶 他原本一開始形態的話是我們白色的形態 結果沒想到他這個形態就是我們黑幽幽的形態喔 沒有問題 好那目前來說 我們的那個錢包已經都滿了 我們可以再稍微丟一些就是不重要的角色先出去一波 把他往前帶一下 南瓜人也可以看一下喔 南瓜人也是打我們紅色的敵人喔 OK 準備碰塔了 那待會的話燕子來了 我們就白無垢先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經驗重量級的嘉賓 我們先把凱斯莉那些先出出來好了 然後 待會的話我們在後面再放一下我們學生會長 好學生會長 剛好可以看到他的那個完美的形態喔 欸沒有欸 被我們凱斯莉給擋住了 然後我看到這邊直接用凱斯莉的那個擊退 把我們那個女友貓給擊退掉了 完全沒有問題欸 然後我們這邊學生會長的攻速很快 所以他這邊直接炸掉了一大堆角色 但是我們這邊稍微有點慘了 喔喔喔喔喔這邊 我這邊帶到的是天使砲啊 有時候都會忘記喔 這邊比較尷尬 喔你看我們這個學生會長 很溜欸 而且 會晃欸 雖然他被那個凱斯莉的那個聖光遮住喔 但是 他每攻擊一次的話都會晃 晃個幾下這樣 還算蠻爽的喔 你看有沒有 很晃 但是 他這個攻擊範圍也算是還蠻遠的 然後這樣的話剛好可以打到我們那個就是 紅色的那個就是死儀獸 還有我們那個漂浮屬性的那個就是女友貓 那這邊的話再用我們的凱斯莉跟我們的白狗一個 雙配合 感覺還不錯 而且我們這邊學生會長的那個就是體力其實還算是蠻高的 所以可以擋住蠻多 但是他打完一隻的話就往前衝啦 所以 也不是說那麼好的事情喔 因為他往前衝的話 就會被那個女友貓就是結束這樣子 然後大家之前有講過就是我們的那個就是緩速啊 在被我們擊退打到之後呢 很有可能會直接就是消除他的緩速啦 所以 其實也沒有說非常建議就是可以用擊退來配上我們緩速 這樣子好像會刷新的樣子喔 所以這邊的話白狗狗的那個緩速就可能要非常重要一點點了 好這邊的話就直接把他們打到後面去 難道又要來一次直接回塔了嗎 感覺有可能喔 好白狗狗先解決一隻女友貓了 那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那這關的話差不多就這樣結束了 那我們這邊學生會擋比較可惜的地方就是他打完一下之後呢 他會往前衝啊 那他往前衝的話 基本上這邊的話就會直接被我們那個女友貓給送到那個 送到天堂去了喔 就會比較可惜一點點 那這關的話基本上最重要的就是那兩隻女友貓 跟我們那隻紅色的死蟻獸 那如果能夠先把我們那個女友貓給打死的話 基本上這關卡就不會有太大的一個問題 主要來說我都是用那個喔 白狗狗的那個緩速去緩那個漂浮敵人啦 因為我們那兩隻那個女友貓的話 他們是漂浮敵人的 所以剛好可以讓他們吃到就是緩速的效果 那緩速之後的話呢就會比較好打一點點 那這一次有搭配我們凱斯蒂 所以基本上他的那個就是 欸 擊退效果還是很顯著的喔 可以一直把他們打到後面去 但是這邊好像擊退跟那個就是我們的緩速好像是 會相互抵消的 所以我們擊退完之後的話 他就沒有一個緩速效果 所以就還算是蠻可惜的 不過剛好擊退回來之後 可以再吃一下我們那個白狗狗的那個緩速 所以還算是還行還行啦喔 沒問題 第29囉 直接通關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大概打30樓 但是30樓的話基本上就比較簡單一點 但是30樓的話 我覺得這邊應該是要用那個我們正規打法喔 這邊只要派出我們那個 派出我們0號機就沒有問題啦 但是我不知道派上凱斯莉會不會很OK 我們來試一下好了 那如果打不贏的話 我就試一下把它給解決 然後我們就是要來進入我們的那個 31樓之後的關卡喔 因為還蠻多人都說 這邊你這是打得完嗎 其實我也覺得好像打不完欸 所以之後的話我可能會直接 從我們的那個30層之後開始拍喔 就讓大家就是看得比較仔細一點點喔 好 我們這邊的話我們就拍一下我們的 那個章魚狐貓 不過基本上一隻我們的那個 一隻我們的0號機就很夠了啦 然後我們蘋果貓 可能再換一隻我們小貓出來喔 就是讓我們陣線就是更穩定的往前一點點 好 那這隻的話應該是我們那個吧 一般屬性的敵人囉 所以我們待會的話可以換一下我們那個 牙王 欸牙王應該也是不錯喔 黑獸牙王看一下能不能加快我們打那個就是 我們這隻的一個速度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因為畢竟是一個一般性敵人了 我們就看一下能不能速速的把他給解決 反正這關主要來說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要先疊那個 抗波動的角色 那如果你有0號機的話 基本上是穩穩過啦 然後如果你沒有0號機的話 可能就是要稍微 需要一點點比較大一個技巧 因為章魚狐貓的話很有很容易就直接被他給打死了 所以不是說那麼的好去疊他喔 好 這邊的話我們就先直接盾牌上去 然後我們0號機在後面 然後先這樣子疊啦 那在疊的時候我也是不敢開那個我們的那個加速的 因為有時候手術不對喔 會直接被幹掉 我其實覺得這樣的話我們就是好好的就是 疊一隻我們的那個黑獸的話應該就很不錯了嘛 這樣的話就很ok了 因為你有時候放一些其他的貓貓 你反而就是會讓自己更卡手卡腳之類的 就沒有說那麼的輕鬆 而且這邊還有那個會把我們推到後面去的那個小人這樣子喔 那這邊的話這關打的話 基本上就是用0號機這樣子就可以解決了 那如果你想要加快的話 這可以帶上一些就是大輸出的啦 不過我之前帶上那個豪鬼的話 基本上好像更容易讓我們陣線給他瓦解喔 所以就看大家要不要帶了 因為你多一隻輸出的話感覺好像整個那個掉就不同了 我就很容易就就讓自己翻車喔 所以最穩的還是就是一隻0號機打到底喔 然後再看能不能叫出第二隻的0號機 基本上會比較輕鬆一點點 因為你也不知道這隻貓仙人會不會發什麼神經 然後就把你給打爆這樣的話 你就盡量不要亂叫一些貓貓出來會稍微比較好一點點喔 哇這邊 哎可以打到後面去了加油加油 那我們待會花6000塊 我們就先叫一下我們那個黑獸牙王出來喔 那這關如果你沒有一些能夠抵擋波動的角色的話 我記得我之前好像有嘗試過用那個 班尼迪克慢蛋貓打啦 不過當一提克蛋貓好像是我們那個 蛋黃哥的合作活動 如果你沒拿到的話 我還是非常建議大家可以試試看用我們的那個 0號機或是我們章魚胡貓啦 章魚胡貓的話打法感覺會比較稍微有點吃緊喔 這個就看大家的 操作了 那手殘檔折平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還是0號機非常好用 因為連折平這種手殘檔都可以直接通過30樓的話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囉 好沒有問題 那基本上我之前的話呢 我都是用0號機啦 但是我再試一下打的時候 我會再加一隻那個黑色把 然後讓黑色把來砍一下那個傷害 喔哇完了完了完了 被打到了被打到了 被打到的話呢 我們這邊的話叫一下我們的那個黑獸牙王試試看喔 這邊比較麻煩就是剛剛那個有點走到前面去了 然後我們就尷尬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 哎呦 沒錯喔 牙王感覺這一次的話會直接就是快速的增加我們通關時間喔 他一下的話基本上就是一個暫停 然後 兩下大概1KB吧 我覺得喔 來看一下啊 應該蠻厲害的 兩下1KB 沒有耶 但是加上牙王的話應該就會打更快啦 所以還是 好像要打到我們0號機了是不是 哎沒有 直接打飛 沒問題 那下一隻的話我們看一下我們下一隻0號機的話要多久喔 應該也快了 所以 待會再叫一隻0號機出來的話應該會比較稍微穩定一點點 所以感覺牙王的話打30樓到30樓之後的關卡應該都還蠻爽的 因為 全部都是我們那個就是沒有屬性的敵人喔 就會打的蠻開心的 而且基本上他的那個輸出本來就很大力喔 我們來看一下那既然是沒有屬性的關卡的話 基本上這關的話你派出凱斯莉那些應該就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效果了 除非你拿來打我們那個就是紅色小城那些的 哎感覺牙王真的是好猛喔 真的是威猛先生 再派一隻0號機 然後待會的話我們可以再派凱斯莉那些全部出來喔 我覺得這一次應該算頂穩的 而且我們又有牙王喔 你看直接暫停住喔有沒有 哎 他破洞好像是直接就先發 然後第三下我們把他暫停住他就沒有發的樣子喔 好待會的話我們派一下那個凱斯莉 兩隻0號機基本上應該就宣布就是蠻穩的啦 應該不太會翻車喔 這關基本上根本就是我的炫貓時刻啊 把所有藍眼睛拿出來打一波感覺應該很不錯 但這關的話比較麻煩就是如果你沒有0號機啦 或是沒有一些能夠抵擋住波動傷害的話 稍微就會變得比較難打了 哲平也不敢去嘗試因為很容易翻車好不好 以我這種就是守殘檔來說的話 我們還是用0號機最穩穩定 那0號機什麼時候可以再拿到呢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也不知道他下一次會不會再有那個EVA的那個復刻喔 所以我覺得每一次活動角色的話 大家都是要好好把握一下 不然其實這邊的話 像0號機啊 初號機 二號機 這三隻機器其實都還算是蠻好用的 那如果大家沒有拿到的話就其實算蠻可惜的 因為這三隻的話真的是很不錯的角色喔 很少有活動基本上全部的角色都很好用的啦 但是這個EVA的活動的話就算是一個比較特例的感覺喔 好 沒問題 應該要打死了吧 還沒耶 但這次的話基本上他不是一般屬性 他不是有屬性的敵人啦 所以像我們凱斯莉的話就沒辦法那個 把他擊退喔 就比較小可惜一點點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可能還是要把他那個 打死才可以回塔喔 不然就是要用我們那個 用我們美女神了 欸他其實真的打了很多下欸 我們的那個黑獸牙王打他打了很多下 基本上他還是很難死欸 所以他其實本身的那個能力的話基本上就很強了 所以大家在打這關的話真的要比較小心喔 0號機真的很ok 所以下一次如果EVA有出的話 大家一定要把我們0號機跟初號機跟2號機給他帶回家 是非常推薦大家來抽一波的囉 好 目前來說我們已經順利的打到我們30樓 30樓其實非常建議大家可以打贏啦 因為基本上會有稀有券三張喔 真的是很不錯的關卡 那明天開始的話我們就是31樓開始往後打啦 那前面的幾關的話因為觀眾也沒有敲完嘛 所以我應該會先來測試一下我們那個喔 黑獸牙王的威力 因為後面的關卡基本上 凱斯蒂跟白無夠應該就沒辦法做事情 因為基本上就是沒有屬性的關卡了啦 所以就會比較尷尬一點點囉 好 那明天早上時間中午12點跟晚上 有一點點晚上七日晚上 請點鐘影片給大家看一下啦 下期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掰掰 掰掰